把米核桃混入水中煮一煮 这个用途真的是花钱都难买 大家好,这里是贵妈小树梁 米核桃在我们中国被生为水果猪王 它里面富含着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这个抗氧化成分 是一种营养价值特别高的水果 而且它的口感酸酸甜甜的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 爽熟的米核桃摸上去它是比较软的 咬上一口甜蜜又多汁 特别好吃而且还没渣 而松的米核桃它硬邦邦 而且还不能食用 那到底该如何才能快速追熟米核桃呢 一起来看看吧 米核桃追熟化的方法一 相信这个作法很多朋友都并不陌生 我们先把所有的米核桃全部给它装入保鲜袋中 跟着我们再洗漱一根松熟的香蕉也给它放进来 松熟的香蕉呢它能散生出一种乙烯 而里面的这个乙烯呢是能够洗到衰熟的作用 所以我们将生的米核桃跟熟的香蕉放在一起 也能够睡熟的 不管你买我一家的米核桃有多硬 只要把它放在塑料里给它系好就可以 就这样子给它密封好 大概三天左右就可以熟熟开吃啦 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而又实用呢 接下来我们将米核桃全部给它混入一个大盘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小把的食盐 跟着我们继续往里面倒入数量的薪水 接下来我们先把米核桃认真地来给它缩洗干净 相信大家都知道米核桃的表面都会长成一层很多的毛毛 这些绒毛里面特别容易卡住一些虫乱污渍杂质 我们提前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子薯唇过后直接拿起来食用的就更加方便啦 清洗干净之后给它控干水分 如果大家赶时间的朋友 也可以像我这样子用薯黄纸巾把表面的水分全部给它沙干 这一步呢一定要卸爆米核桃表面没有水珠 接下来我们再将洗干净的米核桃给它放入大米中 视频看一半欢迎点个赞 您的每一个点赞转发知识都是我闲尽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接着我们再将大米把米核桃缓慢的给它淹没 就这样子给它放上两天左右就可以美美想吃啦 大米可以包裹住米核桃树放湿来的乙烯 大米里挥花出来的细体 那也就是所谓的米香也有衰熟的作用 神额加快了吸生熟的速度 这里我们可以用大米、珍珠米还有丝苗米都可以 唯独不可以用糯米 记住哦 这个方法在我们家庭中也属于比较普遍的一种方法 随手就可以做特别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第三种方法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根芽仙 跟着在米核桃的身上不停的给它缩几个小洞洞 这些小洞口不要缩的太多 同时也不可以缩的太深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方法 也有人称之为破坏化 这些水果可以使水果快速的释放出引吸物质 这样子绳熟的速度就更加快速了 拖好之后我们再洗漱一张保鲜膜 将这些米核桃给它包裹起来 跟着再将所有的米核桃给它放到一个比较软和的地方 这样子大概一天左右就可以生熟啦 这个方法熟了之后就要快速的给它吃完 所以方法三只是比较适合少量的保鲜 方法四是唯独一种速度最快 而且效果最好的一种方法 最多五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吃啦 先把将要碎熟的米核桃给它放入锅中 然后扣上盖子开大火 把锅中的水给它煮开 水开之后给它煮个一分钟 就可以将米核桃给它夹出来啦 记住在煮的时间不宜挂散 如果时间挂散的话 就会导致里面的微松是大部分的都被破坏掉 那这样的米核桃吃起来也就没什么意义啦 其实这种方法在奶奶的那个时代 都是经常用到的 也叫做高温法衰熟的米核桃 这是一种闲之有效的方法 是用时最短速度最快的 到时候经常听奶奶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哎还别说 心急还能撕上米核桃哦 这样子将米核桃给它放一边 自然放凉 那边的水分全部晾干透 跟着再把它装进一个保鲜袋中 下一步进行给它衰熟 这样子米核桃给它吹熟起来 最晚不烧过五个小时 你就可以美美想吃啦 买米核桃的时候 如果买熟特的米核桃 那就储存不了 但是如果你买生的回来 着急吃的话 那就试试这个方法啦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下面就简单跟大家普遍一下 您知道米核桃最佳使用的时间吗 我们可以用手轻轻按压一下米核桃 如果按压速有轻微的变形 并也不是特别的软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最佳的使用状态 注意不要懂到咸不软透的时候 再来吃 那个时候的口感呢 那就不是最好的啦 我们在挑选米核桃的时候 尽量挑选比较生硬的 而且表面绳这个黄色和黄褐色的 而且它表面的毛呢 几乎是没有脱落的 像这样的米核桃 就是正面是最优质 最上等的米核桃啦 你们记住写费了吗 喜欢的话 那就赶紧收藏 起来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转发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